这就是举世为名的红山木啊 我后面跟着两辆车 我去靠边让他们先过一起 继续走 因为这个摄像头元件的关系啊 所以没法把亮和暗同时呈现在眼前 其实是亮的地方没有什么亮暗的地方没有什么暗 但是摄像头就是个样子 有什么办法 这一段是加利福尼亚128号公路 东向 结束这边的书啊 每个都二三十层楼那么高 如果我把他镜头抬起来对着天上的话 就能看到这个树多高 就没完没了啊 这林子这粗的简直 这里每一棵树摆在中国都得 都可以套个牌 然后围个围篮 不让人靠近 这边随着我就是 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全是这种 三十层楼高的 笔直笔直的红山 当然这是一个 国家森林公园 但是保持的还是不可做 现在是下午两点半 但是 如此高的红山 把 除了路之外的地方 都挡得跟晚上一样 跟下午也很黑 应该找个地方下个车 要得拍一下 但是两边也没有地方给我停 看看前面有没有地方给我停 哎呦这个 能停的用的被人停了 这就没办法了是不是 对面还不是有这个比我快十脉的人 很迅速从深山老林里窜出来 这一带一点手机信号都没有 不然我就拍机场上船了 好 红山林就这样 等我能找个地方下来 再拍 然后我们现在里 拿巴尔七脉 Fylo十六脉 San Francisco 一百二十八脉 我一开始觉得奇怪 为什么在深山老林里这路 非得扭来扭去的 直接 造一条笔直的路 像德国那样 我们就得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除了我所在的路之外 左边是山 右边是河 所以他不得不 不得不沿着这个山和河 这个河谷扭来扭去 好 先这样